你不能只做老实人呢 因为老实人很大概率上会变成接盘侠 你也不能做坏男人 因为坏男人是不政治正确的 是会被风机打击的 是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你要做一个老实的坏男人 那什么是老实的坏男人 就是短则和长则的能力你都需要有 如果你没有短期则有的能力 那证明你第一眼吸引不到女生 不能给到女生口中所说的他想要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长期则有的能力 那证明你没有维持一段长期关系的能力 比如在遇到冲突矛盾时该如何解决 比如女生给你的废物测试要如何破解 比如如何给女生提供恰的好处 又不是分寸的安全感 短期则有能力简称渣男魅力 长期则有能力简称暖男魅力 即我们既要在前期能够做到像渣男一样 吸引到女生 要在后期像暖男一样照顾到他的方方面面 这样才能既追得到你喜欢的女生 又能够长久的守护这段关系 让这个女生真正做到没有办法离开你 和你相遇以后再也没有其他男生能入他的眼 也就能大大降低后期被他戴绿帽子的风险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这样的男人 他遇到你之后只想紧紧抓住你 不可能去做一些让你可能会离开的举动 明白了没有的吧